每天早上的这个给这个吃了吧 这个每天早上吃一粒 这个吗 啥呀你俩一人散粒都啥 有那个安糖 安糖 软零纸 有这下一天散粒 一天散粒还是早上下午晚上来呗 啊早上早上吃完饭了散粒 完了晚上吃完饭的下午吃完饭的散粒 反正吃完这个反正就是好一点 像我妈那个吃多少年了 像我妈一走到膝盖嘎嘎响上楼 尤其像我家这楼天天得上楼下楼 嗨大家好我是莫村奶爸 是一大早上起来 是有爸妈在家就是好 早上起来我爸给烙点鸡蛋饼 几年时间都没吃过鸡蛋饼的 今天早上吃的 然后这吃完了之后 老人口开始吃这个保健品 反正这个之前我这个直播的时候 也是啊卖了好多这个保健品 澳洲的保健品 什么这个鞍糖啊鱼油啊 而这些东西都是我爸妈 经常都是平时都吃的啊 因为这个在这个人呢到老了之后呢 我爸妈都吃了好多年了 像我爸之前呢这个血脂膏啊 然后就是说之前就是说他工作的时候啊 经常这个应酬啊喝酒啊 反正然后之后熬夜啊这些东西啊 对反正对身体都是不好的 然后后来就是一直吃这个什么这个鱼油软灵脂 反正对咱们这个血脂血酬啊是非常好的 而我妈这个血脂血酬啊还是都没有什么啊 只是说我爸吃的时候呢他也吃一点反正就是预防着 但是我妈有一点就是说这个膝盖啊膝关节啊一走到啊就咔咔响啊 有点他有点疼 然后所以说就一直吃这个就是鞍糖 这个鞍糖反正是非常好 像我爸我妈吃鞍糖都是加强版的啊 然后这个吃完之后呢明显感觉到缓解啊 非常的非常的就是说感觉就是走路也不那么咔咔响了 慢慢慢慢呢就越吃了可能慢慢呢就越好 看这什么日本的天呢现在已经进入了这种就是冬季了啊 现在就快进入冬季了秋季了 这个绵绵西雨啊外头这下雨呢 可能这视频拍不太出来 天伦之乐呀这享受着 我爸妈都已经65了啊 所以说身体呢还是都挺健康的 咱也不能说这个澳洲的保健品 对他们身体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啊 但是呢也是啊至关重要的 别跳起了 在这个前面里有一个来自杀的套外 均匀的 如果您的生产党呢 咱们不要走路 就算是什么 咱们不会走路 嗯 咱们不一起走路 咱们正好 咱们不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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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